曾丘以前有一个小男孩 他非常的爱让 他在凯泽天 他非常的爱浪费蛇 有一天呢 他在和他朋友玩 水墙大战的时候 有一个老人经过 叫他 跟他说 你不要这样做 这样做非常的糟糕 然后第二 他也不以为啦 第二天老人又碰到他 又严肃的训了他说 你不要再这样浪费了 否则你就差了 第三天 老人又碰到他 老人就生气了 于是 用拐杖 他用老人拐杖点了 凯泽天下 凯泽天变 顿时赶到天荤地下 日月五国分纱走时 有一股引力 把他拉扯到 另外的世界里面 他便 他便回到 他便到了一个一线 他走了走了走了 走了走了 五公里 然后口干舌燥 然后顿时 天上来了一个声音 告诉他说 仙人掌的水可以喝 然后他就把 他就去把仙人掌拨了开来 手上的刺痛感 就把水喝了掉 把仙人掌吃得一干二斤 但开始肚子痛了起来 然后这时 有一个骑着骆驼的人 载着他回去了 回到了他的村庄 凯泽天很感谢 凯泽天很感谢 他便寄宿在他的家里 有一天呢凯泽天 凯泽天跟他们家的好朋友 儿子也成为了好朋友 有一天凯泽天 正在跟他朋友玩的时候 他有球一踢 啊 没发现 村长的秘书正在装一大缸的手 一踢 哇塞 那一大缸的寻宿 同满的出品 大家好 我们是第一组 我叫翁翠天 我叫你 我是李施塔 首先我们从11月13到11月13 从11月13到1月15号 12号 再做我的影片 我们都会再做影片 然后从11月27开始 我们会把11前面的影片 点点点点点点点 也是跟那个开始影片一样 等下到1月15号 又 他又赶到一股引力 直接把凯泽天拉了回来 凯泽天 发现 他已经回到自己的房间了 他又 他从窗户开 一切都恢复正常 他又冲下楼 发现 老人正站在他的面前 对他微笑 跟他一样在玩水巷大战 非常浪费 于是他便费劲千辛万苦 找到老人 跟他學習魔法 然後呢 便把那個小孩也送進異世界裡面 並且 他也研發了凱澤天綠水器 使家家戶戶都可以喝到乾淨的水 End The End